看到进化后的浩月 众人有何反应 龙浩尘被浩月召唤走一室 让与他亲近的月华等人紧张莫名 在经历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后 浩月带着龙浩尘成功回到圣魔大陆 当进化完后的他出现圣城时 龙浩尘的亲友和敌人都有何反应 1.欣喜的夜华 浩月带着龙浩尘回归时 夜华是第一批见到他们的人 他目睹了浩月给龙浩尘疗伤 也猜到了龙浩尘实力的增长 一定是浩月进化后反补的结果 更是从龙浩尘的口中 得知了浩月进化后的能力 不仅实力达到了六阶层次 还具备三种不同的属性 这让夜华感受十分惊喜 因为浩月是龙浩尘的魔兽伙伴 他的实力跟潜力越强 意味着龙浩尘成为强者的概率越大 毕竟圣殿联盟的第一人杨浩宇 取得如今成就的最大原因 便是他那头强大的魔兽伙伴 2.好奇的龙浩尘姐弟 作为一个单纯绿针的小女生 他只是惊异于浩月外形的变化 毕竟浩月进化后光是体型就大了一倍 更是长出了第三个脑袋 其实圣殿历史上都没出现过这种魔兽 而龙浩尘则想得更多一些 毕竟与浩月签订了规格最高的血气 因此他的变化龙浩尘最清楚不过 从圣山相遇到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 浩月却发生过两次进化 每次进化后都会多一种属性 且实力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第一次从二阶提升到了四阶 第二次则是从四阶提升到了六阶 而且细心的龙浩尘还发现 浩月脖子根部的两侧还各有一个符纹 这意味着浩月拥有再次进化的可能 这些让龙浩尘对浩月的潜力和来历 都感到相当好奇 三 高兴的采儿 由于是第一次知道浩月的存在 采儿并不清楚其进化前后的变化 他高兴仅仅只是因为 浩月是龙浩尘的契约魔兽 采儿将龙浩尘视为世界的唯一 自然也会喜欢他拼命保护的契约魔兽 就像比赛遭遇李星时会认输一样 这是一种爱乌及乌的喜欢 而浩月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善意 也像采儿表达着自己的亲密 这让常人难以接近的刺客圣殿一号 怒出了只有见到龙浩尘时才有的笑容 四 绝望的黄毅 这是龙浩尘六殿大笔中的第二个对手 也是他这一组中最大的威胁 如果不是因为为人太过单纯 黄毅本该是这次魔法圣殿的一号种子 原本修习土属性的魔法 还有拥有一个土元素零卢 实力在这些猎魔团选拔赛中可算拔尖 但可惜的是运气实在太差 遇到了进化之后的浩月 在最开始与龙浩尘对决时 黄毅曾一度运用策略 使他无法近身 要看就要锁定这一战的胜局 关键时刻 浩月出现了 不仅给予了龙浩尘空中优势 让黄毅的土浪术无法建功 还恢复了他消耗的能力 更可怕的是 浩月使用魔法的能力 光 火 逢三系魔法几乎信手捏来 彼此组合起来天衣无缝 很快便制造出了绝胜的机会 不仅让龙浩尘制服了黄毅 还将土元素零卢吞入口 这让黄毅一时间无比绝望 单独对付龙浩尘时 他能压制 但再加上一个浩月 他便无能无力了 毕竟浩月是会三系魔法六阶魔兽 且三系魔法能够同时施展 黄毅相当于与同时面对四个五阶高手 而且 这四个人之间的配合无比默契 此时同阶之中 除了彩而外 估计任谁都会绝望